大家都准备好你们的练习书了吗? 那么准备好了,来看回去你们的B部分 上个星期呢,我们讨论了第一题和第二题 那么第三题和第四题呢,我交代你们自己完成 所以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讨论看 到底第三题和第四题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第三题呢,你注意看 他给你的是三分之三KG加1.78KG 还有就是加6350G 那么你注意看你的题目,要的是KG 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换算的呢 就是我们的三分之三KG和6350G 我们必须把它变成KG 我们必须把这些先变成KG先 所以四分之三,我再说多一次 四分之三,我们要怎么变呢? 大家跟我专心的听 分数,当我得到的是分数的时候 我要把它变成小数 OK,我必须拿分子的三除以分母的四 所以你们要自己在旁边找空位 不然就是把值序,算草,做在白纸上 拿三除以四 这一题呢,我记得是Misha有问我 所以Misha你要注意 到底分数该怎么换成小数呢? 所以三除四,你要注意看 三并不能够被释除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放零 零是零 把三带下来 所以三会是你的余数 所以它是余数的话怎么办? 我们必须在这边 我们的题目三这边呢 自己带出小数点 然后呢,补零 所以我们的答案就会变成小数了 再把这个零往下带 我们被四的乘法表 我们可以得到七四 二十八 三十减二十八 我剩下二 再补零 把零带在二的身边 得到二十 多少是得到二十呢? 我们会得到五四 二十 必须要除完 没有余数了 你就会得到你的答案 所以也就是说 四分之三KG是等于 0.75KG 我们换到第一个 我们还有第二个 就是六千三百五十句 所以六千三百五十句 我们的算式呢 是你先要写 六千三百五十句 等于 括号 六三五零 从G变成KG 我们要除以一千 所以你的答案就会得到KG 自己把小数点带出来 就是在零的后面 除一千三个零 一千三位数 所以你的小数点会出现在六和三的之间 所以你的答案是六点三五 最后一个零不需要写KG 这个还不是你的答案 你换算成功了之后呢 你必须 把它给加起来 所以你需要呢 在旁边再做另外一个指示 我们拿零点七五 加一点七八 再加六点三五 单位可以写在上面 通通加起来 五加五得到十 十再加八呢 我们就会得到十八 所以记得满十要敬畏 满十敬畏 十八 七加三十 十加七 十七 十七加一 十八满十在敬畏 小数点跟着点 一加一二 二加六得到八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八点八八KG 八点八八KG 才是你第三题的答案 请检查你们自己的算式 你们的很式有没有跟着老师这样子写 一定要有换算的 换算的很式 一定要有换算的很式 就会有换算的很式 所以一封,你必须要擦掉你的第三题,将换算的痕字写出来 中人也是 那么如果第三题好了,来注意看第四题 532克加1u4公斤再加3u4公斤得到痕 它的答案要你换成痕 所以在这边呢,你要将1u4分之1和3u4分之3公斤 将它换算成痕,你的答案必须要痕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换呢 首先我们先换1u4分之1公斤 所以公斤变成痕,我们是乘1000 所以你就是等于1乘以1000 你的单位是痕,加1u4分之1乘以1000 也是换成痕,所以你会得到1000痕 1000除以4,我们得到多少 1乘以1000得到1000,1000再除以4,我们会得到250克 所以你total起来是1250克 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再换第二个 3u4分之3公斤等于 括号,3乘以1000加4分之3乘以1000 所以你会得到3000克加4分之3乘以1000是得到多少呢 上乘以下除,我们拿3乘以1000,我们得到3000 3000再除以4,我们得到750克 所以你total起来,你会得到3750克 这个还不是你的答案 你得到了之后,你要把你所得到的这些换算 你所得到的这些数目呢 532加1250再加3750 你最终才会得到你的答案 3750加1250再加上532 加起来,我将单位写在上面 0加0加2得到2 5加5010加3得到13满10敬畏 7加299加1010加515满10敬畏 3加144加15 所以到最后,你把3个加起来 你会得到5532 5532克 你的答案必须是克 5532克 请检查你们第四题的算式 换算的算式一定要写出来 如果你没有写换算的算式 如果你没有写换算的算式呢 老师劝你,你最好是将换算的算式 参考老师的写下来 请检查你们的第三和第四题 这就叫检查 到这中处有写的 額因 准解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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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第三和第四题 那么同样的质量的减法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会让你们观看一支视频 所以在这个视频中呢会教你怎么做质量的减法 还有就是换算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请大家专心的看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嘿哟同学们欢迎来到玄奈老师的课程 今天呢玄奈老师要教的是五年级数学 8元5度量和我们里面的质量的减法 好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开始吧 好 老话一句哦 不要忘记这个公斤和可之间的关系 好 好 那么今天呢也是一样四题 就能让你明白质量的减法 好 我们看第一题 4.25公斤 4.25公斤 4公斤 等于多少公斤呢 那我们注意到了 公斤公斤公斤 公斤 都是公斤 就代表我们不用做什么 对 我们不用划算 可是 你看 这里是小数 这里是分数 这里是分数 必须要选一个 那么玄奈老师呢 就比较喜欢用小数来计算 所以呢 我就打算把2.25分之4公斤 变成小数 那么同学们 我们把2.25分之4公斤 把它变成小数嘛 好 那么 嗯 我们要如何变成10呢 对 5乘2 等于10 那么分5乘2 分数也要跟着成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2.25分之8公斤 那么2.25分之8公斤呢 也就等于2.8公斤啦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 普通的小数的减法 当然单位要带着了 好 我先0 5 然后2 不过4 这里接 12.8 4 就是别放下来 3.2 1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了 4.25公斤 1.2 有5分之4公斤 是等于1.45公斤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8000G-5又10分之7KG 等于多少KG呢 好 那么我们现在很明显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8000G换算成KG吧 那么 先你看全套老师那边讲了 换算成同样的单位 那么8000G 也就等于 那8000G如何变成KG啊 同学们 记得吧 对 要除1000 好 1000有3个0 所以我们就往前移上次 1 2 3 那么8000G 也就等于8KG了 OK 这里很简单了 所以8KG呢 我们就来-5又10分之7KG 那么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做分数的减方 OK 那 所以说 这里8没有分数 可以-5 没有10分之7了 怎么办 没关系 8分出来 变成7又10分之7KG -5又10分之7KG 那么很简单 7-5等于2 10-10分之7 等于10分之3 所以我们就知道8000G -5又10分之7KG 是等于2 10分之3KG OK 好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要看下一题 来 6KG 400G -2.7KG -1 -1 1152分之1KG等于多少G呢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这个题该怎么做呢 那么这个题呢 学大老师会想先把6KG400G换算成同样的KG先 然后再以小数计算 OK 那么6KG400G等于6.4KG 那么1152分之1KG呢 是等于1.5KG OK 如果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换算的话 建议同学们看回之前影片 那边都有这样 OK 我们6.4KG减2.7KG 4KG跟6G 14.7 7小数点放下来 5.2等于3 那么在这里不要忘记再减1.5KG 7.5 2小数点放下来 3.1 1.2 所以我们就知道等于2.2KG 可是答案的要求是G为单位吧 对不对 那么所以2.2KG就要乘1000 好 1320 所以我们往后以上次 123 公白位置 所以我们就知道2.2KG是等于2200G 那么很简单的 6KG400G 减2.7KG 减1152分之1KG呢 是等于2200G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看最后一题 5.5KG 5.5KG 减3KG 425G 减多少G 等于8分之5KG呢 好 同学们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好 学生呢 是这边做了 先解决同样的单位 同样单位 就是这个啦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3KG 425G 把它变成3.125KG 先方便我们解决掉它 好 所以呢 5.5KG 就减3.125KG 那么这里 我们自己捕0 那么5呢 就要解位 或者来 变成9 然后再变成10 4.5 5 9.2 7 4.4 0 5.3 2 那我们就知道 这里 是变成2.075KG 减多少G 等于8分之5KG了 那么 那么 答案的要求是G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两个 变成G先 旁边我们 做算实 那么 那么 我们现在就做 2.05KG呢 变成G的话 就乘1000 所以 123 所以就等于 2075G 2.05KG 8分之5KG呢 也要乘1000 898 等于 198 等于 125 那么 5乘125 也计 625G 所以我们这边就变成 2075G 减多少G 等于 625G 那么 很明显呢 要找中间的话 我们可以这么找啊 同学们 对 大人 减小的 2075G 减 625G 5-5 0 7-2 5 20-6 14 所以 我们就可以知道 答案是 1450G OK 那么 那么 就是这个简单 当然了 这 学园老师解决 这个题目的步骤呢 当然 如果同学们 你们喜欢用自己的方式 去解决的话 也是可以的 好 学园老师是用自己 以学园老师喜欢的方法来解决 当然 如果像 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同学们 你也可以先 剪 然后才能换成 都可以 都没有错的 可是学园老师 这是以 学园老师喜欢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做这些 解决这些算事而已 好 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哦 拜拜 好 看完这一支影片呢 我们来尝试看看我们的减法的练习 我们来看看练习三质量的减法 A-1- 你注意看哦 第一题 他给你的是六又四分之一公斤 减三又四分之三公斤 那么在这边呢 你注意看 他给你的这一个两个呢 ok 都是属于分数 所以我们可以拿六又四分之一公斤 直接拿来减三又四分之三公斤 可是呢 你要注意的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不能够减四分之三 怎么办呢 还记得吗 分数我们可以跟前面的带分数借 六呢 我们就把它借一出来 跟它借一出来 所以你的六会变成五 分母的四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分母就是四 所以当我借一出来的时候呢 我将它变成分数 就是会得到四分之四 所以分母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我们的分子 我们要拿分子的四 借出来的这个分子四 就是加上原本的分子一 四加一我们就会得到五 所以首先我们把六又四分之一 把它变成了五又四分之五 五又四分之五公斤 才拿来减三又四分之三公斤 所以这时候四分之五能够减四分之三了 所以带分数的五 减带分数的三 我们会得到二 我们会得到二 分母的四照写 分子的五 注意哦 注意看 这时候你要拿的是分子的五 减分子的三 五减三 我们得到二 二又四分之二公斤 要记得四分之二还可以再越减 用二的乘法表一二二 二二四 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得到二又二分之一公斤 来大家请将第一题的算式写下去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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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五 那么至于第二题呢 你注意看他给你的是10.56kg 减5u2分之1kg 一个是小数一个是分数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先将这个分数变成小数 分数变小数 刚刚我们第三题前面的加法 第三题才说明而已 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尝试换一换 5u2分之1kg 是等于5kg加2分之1 所以将这个2分之1换算出来 会是多少呢 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拿分子的1 除以分母的2 1不能够被2除放0 020 1带下来的同时 自己带出隐形的小数点 再补0上去 然后再continue除 5u2 10 也就是说2分之1kg是等于0.5kg 5kg 5kg加0.5kg得到5.5kg 这个还不是你的答案 你得到5.5kg之后呢 你要自己拿 10.56 6-5.5-5.5 所以第二题你会得到5.5kg 所以第二题你会得到的是5.06kg 5.0kg 分数的减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尽量把分数变成小数 变成小数了之后才进行我们的加法或者是减法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换算的是1%公斤和5u3%公斤 所以1%公斤等于多少呢? 自己在旁边还是任何的空白的位置 自己算出来哪1分子的1除以分母的8 会是多少?自己换算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5u8分子3公斤 带分数的5已经是5公斤了,所以不需要换 自己算出来3%公斤是等于多少? 现在开始给你2分钟的时间换算这一体 一咸 带分数的时间换算 签小部分 2分钟 2分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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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